北韓官媒大内宣更新金正恩动态 但这次曝光的场地更令南韩警戒 因为是北韩首度公开提炼武器及农所有的基地控制室 金正恩在官员陪同下视察一整排的离心机 还说要增加更多新型离心机提高核武存量 官媒劳动新闻更报道金正恩相当满意 还说光是看着设施就全身充满力量 引来南韩严正抗议 北韩看似亮出底牌也让两韩紧张再升高 有研究生干脆在宿舍准备避难物资 各式罐头摆好摆满 另外也有民众在自家院子建地下碉堡 尤其北韩最近动作频频 9月12号才发射短程飞弹 南韩参谋本部证实飞弹飞行360公里后入海 不排除是回应美韩之间军事演习 北韩除了试射还频繁空飘垃圾气球 以及在边界播放噪音 现在又公开浓缩又设施 南韩解读北韩正展开 复合式攻击老乱难韩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